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举办的网上入学资讯日 今天我们这一场的讲座主要是关于文学时的两个课程 就是文化研究及创意产业文学时和音乐学的 我是今天的主持 我是来自国际学院的Conny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讲者 一个是来自文化研究及创意产业文学士的Dr. Peter Loke 和音乐学的Dr. Austin Ead OK 好 谢谢Conny 同学应该都听到我讲话 我是这一科叫做文化研究及创意产业文学士学委课程的主任 通常同学都叫做Peter 或者你喜欢叫我Dr. Loke 都可以的 其实这一科都是一科挺热门的学科 就是你看到我们的PowerPoint 就是有Mirror 有Ampath 或者中间你看到有Art Design Education 那这一堆这样的Picture 或多或少都讲我们这个课程是究竟搞些什么呢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普及文化都在现在香港的成为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产业 就是大家看到不同的电视台 或者是就是不同的商品 就是都跟这些的产业很有关系 那我们这个课程其中一样东西呢 都是对流行文化有一些的分析 提供你一些的工具去思考 那这一样东西其实都是有助 将来如果大家对就是进入这些地方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那另一样东西就是大家也看到 现在香港就是都发展着很多所谓的Museum Art Gallery的Industry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去做Ampath 那有些我们以前有些毕业生 毕业都会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就是一些Ampath的 我刚刚昨天有个毕业生跟我说 就是找到一份工就在Ampath里面做一些Administration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这个课程 我等一下都可以再介绍一下 究竟读完你可以有些什么去做法 但是我们简单来说就会集中两样东西的 普及文化 对于整个社会文化有一些的研究分析 那另一方面就是特别对创意产业 那所以这个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些流行音乐 流行文化或者将来你很想做工做编辑 做在这些的创意产业里面工作的朋友来说 这一科都是一个挺适合的学科来的 那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读些什么先好吗 我们现在就主要有我们两个老师 那我是Peter 那我另一位老师就是Joe 那当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老师教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老师 他来自不同的行业 帮忙去教这个课程 那很多都在背后都是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经验 和Network 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那个课程的就是主要的设计 那当然我们这一科本身不是就是完全是一科好像职业训练的学科 那我们因为都相信一样东西就是职业训练很多时候是 就是大家出去做事 其实是一路on job这样去训练的 那反而这一科我们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宽一点的跨学科的视野 和跨文化的视野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你将来要做一个所谓文化工作者 文化产业工作者 你不是只是需要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行内有些工作的守质 或者你就是了解它运作这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要成为一个所谓tempo rider 就是你要提供一些内容的 就是譬如人家搞一个展览 你要懂当代艺术是讲些什么 或者你将来在雜誌、报纸、媒体 或者一些网上的媒体工作的时候 就是其实你都需要有一些对于潮流文化、时装这些东西的理解 甚至可能是中西文化 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你看到我们是一个挺阔的 甚至有点近一些所谓通识的课程 那但是当然这个通识课程就不是那种 就是在只是好像现在中学那种这样的通识课程 但是我们会就是透过介绍中西的文化 普及的文化、社会的思潮 不同的业界的一些的生态 那都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些的训练的 那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 你看到我们都是一个挺跨学科 以及跨中西文化的一个课程 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不只是一个career training的课程 我们希望给大家有一种所谓文化的literacy 就是文化的识见 当然我们都会训练大家写东西 甚至present 因为我们觉得出来做 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工都好 其实支笔和你那个演说的技巧 其实都是很重要 那这些都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有一些训练的 甚至我们都鼓励你将来是我们有部分的同学 其实读完之后去继续再读书 那我们今年其实有了三个同学 在英国阿伯丁巴尔 阿伯丁巴大学都收了去master 那所以我想我们的质素是绝对不差的 所以就是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将来对文化研究 对可能gender studies 很多不同的学科上面哲学有兴趣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是 另一条线都是train一些的同学仔 就是走academic那条路线 不过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 我们就是做的工作 这样 刚才你看过powerpoint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跨学科 的课程 那其实可能大家都有兴趣想知道 那个出路是怎样的 我可以讲到这里再跳去 剩下一些具体的内容 那我除了我刚才所说 我们有一些同学是做一些所谓 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工作 那其实我们另一条线就是 有很多同学毕业之后是做教书的 那就当然了 就是现在教书这个行业的生态 都有和以前有很多不同 那就以前我们会有很多 就是我们有同学毕业之后 会教通识 有不同的学科 那当然现在其实中学 都有通识科的 那这个课程 其实以前的设计呢 确是预备一些的同学是可以进入一个 所谓通识的课程里面去教书的 那我们其实都不少同学呢 我们读完这个课程之后呢 他们是会读 他读这个 他读这个 这个 就是可以进入去教通识科 那我们就 刚才我也有说到 我们这个课程本身是 就是 我们有些同学是继续去读书的 我去回 我可能 不要介意我跳一点点那个 ok 这里 我先说到这里 那我们其实在2012至2018的时候呢 我们做过一个 就是调查 那我们有 大约50%的同学呢 是进入做媒体 創意产业 另外30%是做教育 另外呢 20%是做其他不同的 就是工作这样的 那所以这里大家都可以去想 就是你读这一科的过程 不是只是想着 如果我又没决定想教书 又或者没决定 会不会进去 创意产业里面去做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不用担心的 在我们两年的课程里面 我想 我们的老师 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业界的人士 都会给大家一些提示 就是究竟你进入哪一行 是就是重要的 或者适合你这样的 那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课程 已经有差不多十二年的日子 虽然以前的名字我们就不是这样叫 我们叫做通识及文化研究 但是我们过往一直都凝聚了很多毕业生 其实现在都在业界里面 就是有些都叫做做得不错 或者叫做做得是那些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有一样东西很好呢 就是其实很多毕业生都透过老师去找一些 就是有没有好的毕业生呢 是可以入行的 那我上个星期接到有一个 就在中学里面教通识的 那他都问我们 有没有一些同学仔 有兴趣教通识啊 这样 那我觉得有时候大家 选学科的时候 这个都是重要的 因为他有一定的历史的时候 表示他那个alumni 那个就是那些毕业生 他那个凝聚力呢 就会比较就是强一点 那这个是有助那个 就是network的建立 那你可能问就是这些科学 读些什么呢 那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course structure先 那大家都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要读66个unit 那major要读36 major elective是读30 那这些其实大家上网药幕 都可以去就是看到的了 那我就不在这里多讲的了 那当然如果AD上来的同学呢 你都可以transfer 某些GE的unit 那当然这个要看一下 你在哪一间AD的学院毕业 和课程 那这个我相信我们的就是 admin的同事都可以帮助到 你有一些的就是选择 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program structure 那都给大家去就是理解一下 就是比如你见到我们第一个读的科 都是一些比较就是基本一点的课程 什么叫文化研究 究竟人民科学的research method是怎么样 或者第二个读的读创意产业的介绍 文化管理艺术管理是什么 然后第三呢你会看到我们会读艺术欣赏 我们会读西方经典的著作 或者甚至第四呢我们会读西方思想史 那你都看到特别呢 在三和四里面呢 有个叫honors project 那大家要做一个所谓毕业论文的 那那里就其实我们都会到时候 有老师会指导大家就着某一个题目 甚至可能是一些文学创作呢 去完成你们那个就是毕业论文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想给大家 不只是一个纯粹一个就是通财的训练 还希望你在某些area里面呢 你都可以专心去develop下去这样的 那你看到我们都有很多elective的课程 那那我一定要说这些elective的课程呢 不会 未必每一年都一定会开完的 因为都是视乎究竟那年的修身 还有就是老师会不会有兴趣再开呢 或者他想转一下教别的东西 那但是我都想给大家看到我们都尽量 就是有不同的关注的 你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是 刚才我所说的创意产业啦 created writing我们是创意写作啦 我们都找一些业界的一些作家 去教大家怎样去就是做创作啦 我们都有文学上面的 你见到有些讲就是科幻小说啦 detective fiction那些啦 甚至你也都见到有部分是香港研究的课程 你会见到我们读香港cinema 读香港青少年研究啦 甚至有些是gender的课程啦 性别的研究 城市的研究 当然我们都会有些是讨论 所谓digital media culture的研究 那你可以见到我们的课程那个 就是elective 虽然我说未必每一年都会一定开到啦 那但是我们尽量都涵盖呢 就是我觉得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的课题 那另外可能大家都很关注一件事就是 就是有没有一些一路读呢 可以有internship的东西的东西的 这样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有的 成为credit bearing的 那我们都会每年和不同的NGO 或者一些所谓业界的机构合作 那这一堆呢就是过往曾经和我们合作的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啦 你见到里面有独立的出版啦 有些是有关festival的啦 那这个都是给大家有个机会可以去 在读书的时候了解一下 就是创业产业或者某些所谓NGO 究竟他们在做些什么这样 这个刚才就有说到啦 我都漏了一件事说 就是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同学是去一些所谓NGO里面做的 就是一些非政府组织 那这个都是我们其中有几大的学生会去做的 不同的工作 那所以你见到其实我们那个就是就业率是不差的 就是和去训练大家都是做不同的工作都可以的 就是无论刚才所说的文化产业或者是媒体 或者是NGO之类的东西 那scholarship这里我们可以就是 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scholarship 那但是当然这个可能到时就是可能读的时候也都有不同的调整 这个是纯粹给大家的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文化活动 我们以往都会有些field trip 甚至几年前呢 疫情就是还没爆发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是会去云南大学啦 去过台湾啦 甚至去过呢 在欧洲里面是有交流的 那但是当然这个就真的要看下来的疫情呢 这个发展大家都明白现在就是要去飞都是有些困难的 那不过都给大家看到我们 就是在international上面和其他大学的network呢 都是很strong的 那这些是我们过去活动的一些图片那样呢 那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活动呢 我们请业界的一些学者啊 或者一些的专业人士呢 在当中去就是分享 那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课程都不是一个纯粹很 就是很只读书的 那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exposure给大家 那主要其实在这里 因为我不想就是阻止大家太多时间 那还有如果大家想问问题都可以 就是在这个check room那里问这样的 好 再加个时间给你 conny 谢谢Peter 那看看同学有没有什么问 如果没有也不要紧 你可以一会再在check room那里打字 或者看一下你想留言给我们 那我现在将时间交给音乐学文学士 Dr.Yep Kromody 那大家好 那我是Ostin Yep 那我们就是音乐学文学士 那今天会最主要讲一下我们那个架构 会讲一下通常学生不出业之后会做些什么 我们收生的时候的要求 和通常有些时候会问到的问题 都会解答一下大家的 最重要一开始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 这个课程是关于些什么呢 其实音乐学文学士的课程就是一个自知的课程 就是由浅会大学的音乐系和CIE一起合办的 那通常我们的学生都会是我们自己的AD学生 是CIE的AD学生 或者是其他院校读过AD或者high-dip的学生都有 也都有些同学可能他是四年班 就是读完第二个课程了 例如在中大和科大读完之后 就因为很喜欢音乐 所以回到我们那里读这个三年班 那读两年之后呢 他们再去其他课程 例如有些会去了荷兰啊 去了英国啊 去了美国啊 去了澳洲 那么近年都很多同学会去不同地方读书的 读完这个课程之后 那么这个课程主要会讲些什么呢 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科目 令到大家学习的时候 会成为一个更加专业的音乐家 包括会有音乐家 就是去训练大家去聆听啊 去墨写啊 音乐的技能啊 也都会有music theory 那会由大家在AD的时候 已经读了基础的 theory 那去到BMS的时候呢 就会读一些高阶一点的音乐理论 和音乐分析 例如看一下 究竟一个咒名曲式是什么呢 去看一下究竟 Z theory是发生什么事啊 看看12th tone发生什么事啊 看看究竟由17世纪到21世纪的时候 再加上去运用一些不同的音乐理论的时候 如何在作品里面呈现出来 我们也都会去读音乐的历史 或者由巴洛克时代 甚至更加早可能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去到真的21世纪了 究竟今天我们在音乐的大环境下 作曲家是怎样创作的呢 也都会有演奏 和一些不同教学的一些科目 例如演奏 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学期 都会有一个Jury 都要考你的演奏技巧 每一位同学都要考的了 就根据你自己的主修的乐器 就去考试 也都会有一些Pedagogical的一些课程 就教大家怎样去教学 因为知道很多同学都对教学很有兴趣的 例如 不组业之后想教乐器的 或者不组业之后想教不同类型的一些 兴趣班之类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课程 去教大家怎样教不同的人 我们也有一些很有创意的方式 去将大家的音乐技能 去帮助社会 例如我们有一科 稍后会提到的GE Capstone 就是用一个有创意方式 将大家的音乐技能 去帮助社会上一些不同的人 我们也会有一些自选的课程 Elective Courses 就是指揮 在小小跟商业有关 怎样去写一个Grant 例如 很多同学不组业之后 他们会自己开自己公司 去申请不同的一些政府Funding 那在课程中 就会教大家 究竟当你写这些Grant的时候 要注意到什么的事項 而在业界里面 当他们review这些Grant的时候 究竟他们在看什么的 什么的条件 还有为什么有些会批得更加好 有些为什么可以再进步一些 这些Grant 亦都我们会有 Music Advocacy 和Community Outreach 究竟去看看 究竟音乐对我们来说 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什么作用 和我们怎样透过音乐去帮助不同的人 那这个Structure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一个 Top-up Program 所以大部分的University Corps 和GE Courses 都在AD的时候已经读了 反而去到三四年 全班在BMS Program里面会做些什么呢 就会读一些叫Major Core Courses 那很快我就会讲解一下 有些什么的科目 和有12个Unit的Major Electric Forces 那就是一个季度一个 再加上GE Cours 就是三个Unit 那那个Cours 包括了什么呢 就包括了刚才说过 Advanced Musicianship 就是去看看 怎样去聆听 怎样去密写一些不同风格 不同不同类型的音乐 去听和声 去听一些 去听Core progression 跟着然后密翻出来 或者去听一下究竟 你怎样将一些 例如四部和声的音乐 或者将一个钢琴的作品 去密翻出来 那会有老师很仔细地告诉你 一步一步带领他去做这件事情 也有一些类似 都是历史的科目来的 就会将这个 过往几百年 在西方音乐历史里面 发生过的事情 就告诉大家 那我们也有Practical Writing 和Public Speaking for Musicians 因为我们知道 在21世纪 Musicians 不是只需要演奏 它也要出来讲话 它也要出来和人溝通 它也要出来写grounds 所以我们也有一科 就是教大家如何写字 以及如何在公众前面 去讲话 我们也有Research Methods 因为很多同学不出业之后 他可能会去读Master 甚至我们有同学 已经将近读完PhD 他们去读这些科目的时候 需要学习他的研究技巧 去知道如何去做研究 什么是Version Resources 什么是Second Resources 如何做Citation 如何写一些Academic Writing 才是在Standard里面 这样我们也会涵盖到 另外就是Analysis Toning Personal Theory 这一科就是讲 如何去用大家在AD的时候 学过的那些和声技巧 去放在真实的音乐里面 去看一个Sonata 去看一个奏鸣曲 去看一个Baroque Suite 巴洛克时代的一些舞曲 去看奏鸣曲 究竟协奏曲 究竟协奏曲是发生什么事 那六个Section 每一个Section 是在做什么 作曲家如何运用到的技巧 在那些Section里面 在一个有限的框架里面 可以做到很大的变化 甚至去到20世纪 21世纪的时候 看看究竟 作曲家在那个年代 会在做什么 他们如何运用到数学的技巧 去创作 运用到一些不同的条件 去帮助自己 在没有了一个和声基调的情况下 去创作新的作品 那我们也有一些 就是去探讨一下 究竟音乐的作用 艺术 在一个社会下 有什么意思的一个科目 Art and Context and Music Efficacy Introduction to Music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就是在讲究竟 同学如何把自己 放在市场上 是否可以比较 那我们也有 Performance Seminar Ensemble 和Music Practicum 那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一些演奏的科目 我们每一个Semester 都一定需要同学 去参与一个演奏的一个乐团 包括是合唱团 会议乐团 管乐团 当然在Pandemic之下 管乐团就难些去发生 但是我们以前不断在没有Pandemic的情况 都不断在管乐团 那我们希望下年 管乐团都可以重新去再 再重新练习 还有园乐团 拷绝乐团 有很多不同的园乐团 都是一定要学生参与 一个或者更加多的 那也都 这个就会在Ensemble里面 Performance Seminar 就是每个礼拜 会有一个时间 就是让学生 可以在不同同学面前去演奏 我们每年也都会邀请到业界的一些 一些很专业的人士 甚至是 overseas 的一些artists 去给同学会有一些master classes 和会给一些coaching 令到他们在学器演奏上面 更加可以进步的 那我们也有music practicum 就是每个礼拜 同学都要跟业界的一个专业的老师去上堂 那如果大家想看一下 究竟我们有什么老师是on list 可以去到我们音乐系的网页 那你就会见到adjunct list 每个乐器下都有一个list 那些老师就是我们的老师 一个季度就会给13堂 private lesson 同学 就可以学习这个乐器 令到同学可以演奏上面更加专业 最后就是honors project 到四年班的时候 大家要在三个类别里面 选择一个类别去做的 包括recital 就是演奏一个35分钟到40分钟的一个音乐会 或者lecture recital 就是做一个15分钟的lecture 和15分钟的演奏 或者是写一个research的project 就是去写一篇论文 去关于某一个topic 然后去研究你想有兴趣的题目 那另外呢 除了core courses 之后 我们也有elective courses 那elective courses 每年都会变的 就会看看那一年我们有什么老师 以及那一年 究竟同学对些什么有兴趣 过往几年 我们曾经提供过的 course 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 chainment music lectures and performance 就是学一下究竟 室内乐是什么 怎样演奏室内乐 collaborative piano 因为知道很多同学都是弹钢琴 那弹钢琴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弹 那 联谈或者两双钢琴 甚至大家可能在上星期看到 大会堂有一个演出有五个钢琴在台上 那究竟他们是在做什么 如何去注意不同的事項呢 亦都有很多同学对于指揮有兴趣的 那我们有fundamentals of conducting 和advanced conducting 都是找一些业界非常好的指揮老师来教的 那也都有instrumental pedagogy 教大家怎样去教器乐 和piano pedagogy 去教大家怎样教器乐 那我们都有一些 course 是学习一下关于小小的 关于music education 因为知道有些同学可能想读完这个课程之后 再去进心读pgde 作为之后想做老师 那我们会有一些introduction to music education 给大家去看一下究竟音乐教育是什么 亦都看一下究竟 有些同学对music therapy 是有兴趣的 例如我们过往几年都有同学 去了英国和澳洲 讀music therapy 那有一个introduction 的 course 给大家知道 初阶入门的 究竟这一科是什么 去令到大家去explore 究竟你将来的career 究竟你将来的career 可以怎样去走 那我们都有 world music 会讲到 例如印度音乐 日本音乐 或者是中国传统音乐 究竟是一些 什么的音乐风格 和西方传统音乐 有些什么的不同 那也都会有 有些special topics 是根据老师的想法 去有一些全新的题目 那也都有internship 例如我们同学 很多时候会在业界 一些机构去做internship 包括例如我们有 组交联会 包括一些录音室 包括有pre-made performance 香港 包括有morning musical 这些公司 都去尝试一下 究竟落手落脚 在业界里面工作 是一个什么的感受 那么 也都有一科叫做 G Capsule 叫做Creative Project 那这一科 就是一个group project 就是透过大家的一个创意 然后利用音乐去 address 一个social issue 可能社会上有很多问题 例如老运化 例如小朋友 会有很多压力 上学 例如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 也会有同学 就是透过这个project 去制造一些方法 去尝试一下 去尝试一下这些问题 这样 那另外 就是通常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同学就是几样东西的 演奏 演奏 包括专业的演奏 包括在激的演奏 演唱会 甚至是webbing演奏 Conductor 很多 可能会去一些学校 去指Ensemble 甚至有些同学 现在是在美国读Masker 那他们都会想 是有机会去做到 Professional Conductor 指一些专业的音乐队 Art Administrator 近年非常之多 可能计划之后 会在 刚才同事提过 会有西九 我们也有同学计划在西九做 在香港公演乐团 很多不同的业界的一些 机构都会聘同学 那教琴 就是Instrumental Teacher 可能同学在读书的时候 已经是 还有很多近年都会去读Master 或者DMA 或者PhD 那 Emission Requirements 可以快一点 时间不多 通常我们的要求 就是AD In Music Studies 或者是Equivalent 的Qualification 例如 如果你不是Music Studies 例如你是 做乐行曲的 一个课程 毕业的 那我们都会看一下 看看你读的科 以及你的技能 有没有吻合 或者是 High Dip 以及除了这两样之外 我们需要有一个 Grade 8 in Practical APRHM 或者是Trinity 大家都明白了 Grade 8的水平去到哪里 不是很高的 但也不是低到 如果你不懂 一个乐器都可以考 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有Jury 要求都颇高 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 requirements 以及Grade 8的 Music Theory 因为我们预计了 大家AD的时候 已经学了那些内容 就已经涵盖了所有 Grade 8 甚至AMUS DCO的内容 所以应该是 不是很难的 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未有这些 的Certificate 技能已经足够了 因为我们也试过 例如好像浪浪 他不会有Grade 8的Piano 但是我们不会说浪浪 不懂彈琴 那我们就会在 Case by Case的角度 去 assess大家的情况 那我们也有时候 会有written exam 以及interview 一定有的 去见回大家 去聊聊天 看看大家 是否适合我们的Program 那有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没有Grade 8 theory 那怎样呢 其实很多同学 也未必是考了一张书 但是 例如我们80学生 会读 theory and musicianship 1和2 其实已经是当成了 equivalent 是作为我们的Grade 8 theory 所以不用那么害怕 那你们可以逐个Case by Case 去问我们 那我们也有audition audition是需要两首的作品 最好的contrasting 就是如果你一首慢 另一首就快点 激动点 显示到你技巧 另一首显示到你演奏慢的作品 的能力 那我们欢迎不欢迎 matured student 我们欢迎的 因为我们这个Program 过往几年都是 都很diverse的同学 而他们都幻得在一起 和不组业之后 很多时候都会帮到同学 去advance 到下一个的Degree 那最后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机会 在Orchestra和Chrome 里面唱呢 是一定有的 但是会不会说 你想Orchestra 一定拉到呢 就不一定了 因为我们经过audition 每年的8月份 我们学校就会有 我们Department 就会audition 那就根据你audition的能力 就会分排你去你适当的 一个乐团 或者是合唱团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打电话去我们的Department 34117047 或者是E-mail去 mes-bms-apps-gb.bdu.hk 那今天要分享的主要就是这么多 那我们验证接受报名 好 好 麻烦了 麻烦了Austin 那看一下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 那如果现在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 就是刚才阿Dol Yip 都有分享过一些contact的方法 Peter都有讲过 或者找回我们国际学院都OK的 那如果是这样呢 我们今天这个场置就完结了 那多谢两位港井 多谢各位参与的同学